财政部长黄巡彩表示 我国已经成立新的部门 积极参与塑造区域和国际绿色金融 包括为本地和区域发展出一套金融分类法 利用技术和数据为绿色项目筹集资金 同时也为金融机构和上市企业 制定与气候相关的强制性财务披露 财政部长黄巡彩今早在戴马西举办的 新加坡可持续投资与融资会议上表示 冠病大流行让大家更加关注全球减排的紧迫性 它呼吁民众一起减少碳足迹 拉平温室气体排放的曲线 以避免一场气候大流行 除了政府间的协议 银行金融和投资界也在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和碳中和技术等投资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部长表示到了2030年 亚西安每年国际需要200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 财政部已经成立新的绿色债券计划办公室 率先制定有关框架和规则 并且召集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部长认为 需要提高数据和科技的使用 并且实施一致性的全球披露和报告标准 令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财政部目前正在检讨我国的碳税水平 并且将在明年的预算案当中进行相关的更新 他强调 政府会继续支持私人领域在本地发展碳信用市场 并且促进可持续融资和投资 增加绿色投资的供需 并且促进行相关的预算